蓝天白云绿色稻田 行成台东相间 最美丽的一抹风景 这也是吴声昌成就感的来源 72年次的声昌 算是新世代农夫 从爸爸手中 接下七分大的农地 种到也成为他的职业 毕业那时候还蛮挣扎的 因为看爸爸年纪也大了 然后刚好家里也没有人 可以陪他们 然后就想说回来传承这份 种到米的精神这样 好多米啊 金黄色的稻谷在阳光照射下 色泽相当美丽 但漂亮的背后 却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塞的它是经过晚上那个回潮 因为它晚上它就可能就没 有露水它就会吸人的水分 然后它口感上可能就会比较 有饱水 然后口感也会比较Q那样子 自己的稻米自己卖 吴声昌用客家谐音Haga自创品牌 还用客家花布当作包装 有浓浓的客家风格 不但让自家毫米升级 也能严格控管品质 如果像焦米厂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都有一堆剥削掉了 因为可能价格就差很多了 然后再来就那些黑心米那样子 就是都土米啊 然后一些有污染的 然后我们就想说刚好跟老婆 就刚好去想看看 那我们干脆自己卖那样子 自己尝试 一个台东小农 看见时代的潮流 从自己做起 让传统农业更有竞争力 感动之余 我们更从它的身上 看到了台湾农业 希望无穷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